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Channel 為了和大家有種共同進退的感覺 我都決定放我的Gradin照出來 這張就是我的謝思燕照 我自己超慶幸我並不是炒車的那一群人 所以我經常覺得謝思燕你不用去做最美的那個 你只需要幾年之後你不會覺得自己很不堪日目 那就OK的了 有見及時我今天就整理了一些我覺得謝思燕需要注意的事項 好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既然謝思燕是一生人一次的重要日子 我覺得Buffin可以脫下眼鏡 甚至是戴Color Gown 可以給人家眼前一亮的感覺 我現在戴的OLED就是這個系列 不過選款之前 記住不要麻木追求瞳孔過大的款式 如果不是看下去就好像ET的了 至於底妝方面 我覺得可以選擇不用太有光澤感 因為當日的場地光線不足 很多人都會用閃光燈 但用閃光燈就會令到臉看下去很浮腫 我手上的這支RIMO長效粉底液 我最近都經常用它 即使我快一整天妝也沒有嚴重脫妝的問題 而且它只是開架品牌 價錢非常經濟非常適合學生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有控油作用的粉去定妝 一來處於青春期的你 油脂分泌會比較多 二來當你拍照很興奮的時候 臉是比較容易出油的 這個是非常經典的控油粉餅 只需要輕輕一掃就可以有控油效果的啦 通常中路學生都沒有修眉的習慣 所以我建議可以在謝斯伊之前出去付費收一次 因為通常第一次自己修眉都會有災難性的事情發生 如果擔心去專櫃要幾百元太貴的話不要緊 大家可以去一些小型又或者家庭式的美容院 收一次只需大約五十元而已 買一杯喜茶都沒有了是不是 哇眉的產品我覺得可以選擇眉粉 因為沒那麼容易出錯之餘 還可以用同一盒粉去化鼻影 眼影方面一致記之藥清 你們原本青春無敵 根本就不用化太深色或者太濃的眼影 如果技巧不純熟的話 份量和範圍控制得不好 眼睛就看上去好像很髒 我覺得選一至兩種顏色已經很足夠 反而可以選一些有珠光或者閃粉的眼影 附在臥蠶位置 這樣就可以明亮得來又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純步產品方面 不用刻意選過分成熟的顏色 因為越深色就越需要技巧畫得好 我覺得這隻唇液非常之好 一來很容易控制 只需要用手指推開它就OK了 顏色清出得來 最重要是持久度比唇膏高 因為謝仙燕當日會不斷梅花間足地吃東西和景相 根本就沒有空閒的時間去補唇膏 所以選一隻持久的唇液就剛剛好 還可以順便當胭脂用 我想我今次都不會說一條有黑有實的眼線 為了看下去清唇少少 這次我就選了一個酒紅色的眼線 點上眼尾 化好妝之後 衣著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仍是好多人幾年之後 看回照片都會覺得好不堪入目 首先我覺得不用選顏色過於鮮艷的衣服 因為始終場地是酒店 所以選顏色比較沉實 而且柔和會比較穩陣 如果選顏色太過鮮的裙子 其實通常都會出現時裝車禍 幾年之後你就會反問自己 為什麼你那時候會這麼漂亮 我覺得選當日三副鞋襪的秘訣 就是選擇自己將來都可以重用的款式 當中當然包括你那天穿的高跟鞋 選高跟鞋不用盲目選一雙超高超斗靈的 反而你那天會走到腳都逼 我覺得選擇這種操鞋 走得舒舒服服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你們享受 以及可以解決你們的少少疑難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我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的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facebook 我們會很快再見的啦 Bye